婆婆插手我和丈夫的生活 提议也致让我满腹委屈 八年了 也是时候让他们也尝一下 我当初遭受到的痛苦了 九年前 我和周子明结婚了 婚礼当天 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然而婚后发生的一件事 改变了我的想法 在我的印象中 大学时期的周子明 安守本分 会疼人 是个适合结婚的好对象 所以 即便我的父母不同意 我还是坚信自己 不会看错人 凭着直觉 和她开启了 秘密调游的婚后生活 婆婆对我没什么要求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十分慈爱 丈夫对我宠爱有加 这样的日子 我过得很是轻松 没多久 我怀孕了 这有些出乎我的预料 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年轻 想在事业上拼一把 等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后 再决定要孩子 这件事 丈夫也知道 可计划不如变化快 既然这样 舍不得孩子的 我只能打算将她平安剩下来 婆婆一听这个喜讯 直接搬进了我家 每天的事情就是围绕着我转 把我照顾好 害怕我肚子里的孩子吃得不营养 要求我必须每日带她做的饭菜去上班 担心我聚会太晚 影响到胎儿的休息 就勒令我下班后 直接回家 虽然我知道她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同时又觉得她管得太多了 就连我临时有事 在家工作的时候 她都要说上一两句 不要看电脑手机 有辐射 对我大孙子可不好 其他的我还可以听 但这件事真的不行 我只能无奈对她解释 公司的要求没办法 婆婆文言一脸的不高兴 这是什么破工作 赶紧辞了吧 我们又不缺那个钱 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工作哪有我大孙子重要 把她累坏了我可不同意 她张嘴闭嘴都是大孙子 让我十分头疼 孩子还没生出来呢 谁知道是男是女 或许老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吧 但我觉得只要孩子平安降生了 因为隔代亲 他们也不会多在意吧 因此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反而对婆婆提出的辞职仪式 认真考虑了下 肚子大了 身子沉了 或许在家养着也不错 和丈夫商量过后 我就彻底待在家 安心养胎了 时间过得很快 等到上了手术台的那一刻 我既紧张又兴奋 心中想的是一定要母子平安 好在过程顺利 没那么多波折 生产完后 我累得满头大汗 意识也有些模糊 恍惚中听到护士 在对婆婆和丈夫道喜的时候 婆婆大骂 什么 生了个女孩 白瞎我这么多时间的照顾了 你看看你娶的媳妇 这肚子真不争气 还处在那干什么 赶紧跟我走 话音刚落 我昏了过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我孤身一人在医院 我给丈夫打去电话 他却告诉我 婆婆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孩 不让回家 我心中气愤 但身体过于疼痛 只能强忍怒气 让自己好过一些 我哆嗦着嘴唇问丈夫 那你呢 你就这么走了吗 对话那头沉默不语 我心中一片跋梁 深吸了几口气对他说 赶紧来医院接我和女儿 他却说 妈的话我不敢不听 要不你还是自己打车回来吧 我被气笑了告诉他 可以啊 你不怕明天公司里出现你抛妻弃子的消息 你就别来 他害怕了 为了失业 还是赶来了医院 刚一回到家 婆婆就冷着一张脸对我说 你生了个赔钱货 不值得我儿子养着了 你自己出去找工作吧 以后的花销 A质 孩子也算是由我们周家的一半血脉 养他的钱就一人一半吧 在婆婆的拍板定案下 我和丈夫每笔花销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就连块八毛二的他都不肯放过 我终于确定了他是一个妈宝男的事实 为强争一口气 我费尽找了份新工作 为给女儿好的成长环境 避免被婆婆的重男轻女伤到 我把她送去了母亲家 没想到生活的苦难却不止于此 没多久 我因生病需要做手术 可心资本就不高 养女儿更是花了不少 我不想让身边的亲朋好友担心 只能低下头向丈夫求助 婆婆一听一口回绝 好在丈夫还有些良心 偷着借钱给我 但有一个条件 要支付等同于高利贷的利息 我苦笑一声答应了 身体康复后 我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早出晚归 拼命加班 应酬上也变成了个女酒鬼 八年的时间 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百毒不侵的女汉子 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薪资水涨船高 欠丈夫的钱也早已还清 只是有一件事我十分在意 那就是我和丈夫还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事实上早已是陌生人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我还没有等到报复的时机 住在她家 也是为了寻找她和婆婆的破绽 时间久了 一直看婆婆的脸色 我也有些烦了 后来还是买了个房子 搬了出去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或许是上天垂帘 新了我八年来的艰辛经历 没多久 我就等来了丈夫的主动上门 我们还没离婚 我知道你因为你还爱着我 以前我妈做得不对 这些我都知道 现在我带她跟你道歉 看在我们的夫妻情分上 你就出手帮下忙吧 婆婆查出了癌症晚期 治疗费用很大 可他们求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没借来几个钱 有些人干脆都闭门不见 他们没了办法 才想到找我借钱 我心中冷笑 你们也会有今天 别把我想的和你们一样 冷血无情 钱可以借 但也有条件 丈夫文言着急地表态 你说 只要我能做得到都行 利息是你之前借钱给我的时候的两倍 要写借条 还不上的话 你那套房就是我的了 我的话音刚落 丈夫就大叫了起来 两倍 你怎么不去抢呢 我微微一笑 对她说 借钱的可是你 现在物价涨了 利息跟着涨 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丈夫已经没了别的办法 所以我笃定 她一定会答应 结果也确实如此 在她拿到钱陪婆婆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 我的第二个复仇步骤也开始了 多年来 我一直在搜集她和婆婆对我在婚内做出的所有事情的证据 机遇出现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包发到了丈夫公司里 领导知道后 对她做出了降值降薪的处罚 为救治婆婆手中本就无多少积蓄的她 这下更还不起对我的负债了 而我要的就是这个 婆婆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丈夫也没了办法 点头同意了放弃治疗 婆婆走后 她的房子归我 自己找了个便宜的出租屋住着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样子 可我亲眼目睹过这一切后 心中并没有得到幻想中的抱负快感 或许是因为工作多年 看惯了人情冷暖 最后我们离了婚 我的心结也彻底打开 过上了向往的新生活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难 这些经历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无助 但最终也会成为我们成长和前进的动力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成功地反击了前夫和婆婆的伤害 也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 婚姻是一个复杂而又美好的存在 它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护 然而 婚姻中的人际关系 却往往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处理各种问题 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 同时也需要尊重对方的权利和感受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婆媳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关系 婆婆对儿媳的干涉和误解 往往会导致家庭矛盾和冲突 因此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与老人沟通 如何尊重彼此的差异 同时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此外 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故事中的女性角色 所展现出的坚强和勇敢 面对家庭和婚姻中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他们没有选择放弃和妥协 而是选择了勇敢的面对和反击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最后 我们也要认识到 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和决策 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 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性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宽容和理解他人 尊重彼此的差异 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总之 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 在婚姻和家庭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难 以及她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成功地反击了伤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时 我们需要保持坚强和勇敢 同时也需要学会如何与他人沟通和合作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当然 这个故事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和启示 比如在婚姻中 如何处理婆媳关系 如何保持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 如何面对家庭中的种种困境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因此 我们需要学会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不断完善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只要我们保持坚强和勇敢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愿每一个在阅读这个故事的人 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和鼓励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故事中的女主角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成功地报复了前夫和婆婆 为自己和女儿争取到了应有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要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 不要轻易放弃 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甜言蜜语 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 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言论所左右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 此外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婚姻并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和经营 如果一方过于依赖另一方 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支持 那么婚姻关系很容易出现问题 因此在婚姻中 我们要学会沟通和协商 尊重对方的意见和感受 共同解决问题 这样才能让婚姻关系更加健康和长久 总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中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只要我们有勇气和智慧去面对 就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和家人 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言论所左右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 最后祝愿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